为了增加花莲农产品的曝光度 提升花莲农业发展 前智宣文化艺术基金会 今年举办迪迦喇时尚小农市集 除了上个月中旬 在花莲市远东百货广场 吸引许多人潮之后 2019年12月1号 又到花莲县吉安乡 回南湾新天堂乐园举办 相当关心小农的基金会董事长 同时也是县议员的张美慧表示 举办时尚小农市集 就是要团结小农的力量 一起在花莲拼农业 那其实这个计划 其实叫做时尚小农 我们很希望花莲的小农 能够有更新的面貌 就是用创新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花莲的小农 不是很过去很传统 就是默默的耕耘 其实要有很多的亮点 让大家透过农业来认识花莲 在这场时尚小农的市集当中 包括立伟肖美琴 花莲农改厂厂长杜丽华 农粮署东区副分署长陈吉春 水宝局花莲分局等单位 都热烈的前来共襄盛局 现场进驻了20多个摊位 还有精彩的原住民歌舞表演 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惠表示 今年举办了很多讲座跟课程 辅导花莲在地小农包装行销 成本控制跟品牌设计 让大家有更丰硕的成果 时尚小农市集将在12月14号 15号两天的中午12点开始 进驻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文创大道 安排精彩好听的音乐 跟热闹的市集展售 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周休二日的假期 品味花莲小农的活力跟魅力 记者陈俊宏 陈文旭花莲报道 对不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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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